主席 各位同仁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張部長以及投審會 請部長跟投審會 部長 歡迎您好 您好 簡單幾個問題 第一個請問 我們條文中所說的 事前不需要事前審查 需要事後審保 以及需要事前審查 這個界限 到底是在哪裡 你意中的界限 因為這東西不可能定在本文裡面 一定定在世行細則裡面 你意中的界限一定金額以上 大概是多少 那這個是 在我們 條文的規定就是需要事前 核准的第一個是投資於限制 投資的事業 這第一種 事業別 我說是金額別 金額別是 一定金額現在我們定的是一百萬美金 目前 這個是用行政命令來定 在法規裡面只是一定金額 另外就是一定規模型態的跨國併購 這部分要審查 所以將來就是以一百萬美金 那部分 對那部分其實 在法裏沒有規定 在法裏沒有規定 但是呢 我只是詢問說 行政部門你們現在可能 將來想要做的 這個紅線是畫在這邊 一百萬美金是現在的 準備要 準備呢 將來準備要怎麼樣畫 對 將來這個地方 這一百萬美金要動嗎 是現在這樣子規劃 現在是沒有 對我知道啊 現在這樣規劃 但是將來我們可以實際需要再做調整 好 將來 所以目前為止 即便這個法修正通過以後 暫時也不會調整這個金額 暫時是定一百萬美金 OK 好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提到一個就是大家也比較擔心的 就是說可能 先 比較擔心的第一個是 惡意併購 前兩 前一陣子提到韓 韓國的資金 韓國的這個業者 納森 要來台灣 併購遊戲橘子 引起在台灣引起一些 許多人的關注 韓國的企業要來併購我們了 我們有一些 我們當然知道韓國遊戲產業 比我們大 比我們蓬勃 而且比我們這個發達 然後這個韓國很多很多 這個這個產業都都比我們強 可是 畢竟人家要 要親門踏步 跑到你這邊來併購你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廠商 難免會讓覺得 讓人家覺得 蠻擔心的 或是蠻介意的 那將來 如果我們這個門檻放寬了 門檻降低了 這個 所謂管制 當然管制放鬆是一個趨勢 我們也理解 那可是 怎麼樣避免這樣子的一個惡意 病毒發生 對 部長你可以告訴我 會請張直銘告訴我 沒關係 這個我可以說明 這個因為我們在第八條裡面 有一個第四 第一項第四款 就是主管機關公告署 特殊情形的投資 那我們未來可以將這個 所投資所謂行政院所核定的新興產業 新興產業計畫的事業 並且取得經營權的申請案 我們可以把它納入需要事先核准的範圍 我們可以把它納入 所以它進來 就是它要實現核准 對 我們要先核准 我們要先核准 另外一個 獨資的部分呢 獨資 獨資的部分可不可以 會不會造成一些 一些就是說 獨資的也是一樣 要滿足我們那些條件 它要 比如說一定金額以上 它要審查 好 或者是有些特定的失業 也是要審查 是 好那我要請問 請問 剛剛你提到說 這什麼樣的統計 我們是 我們是淨流入啊 什麼樣的統計 我們是資金淨流入啊 是排除掉入資以後 我們的資金是淨流入是不是 這個是 排除掉就是說 你不管我們去 我們的台灣的資金去 把台灣的資金去中國大陸 以及中國大陸資金來台灣投資 這個區塊切掉 光是只看僑資跟外資 我們是淨流入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你們是怎麼算的 這個是聯合國 是根據央行的 的一個投資的 對你告訴我 定義是怎樣 它事實上是 投資的部分 就是它 把資金 剛剛都說了 剛剛 丁委員也說了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我們都認識到 事實上台灣 是個資金淨流出的國家 怎麼在你的定義 所引述的這個聯合國的這個數據 怎麼變成我們變成 資金淨流入呢 這個是有包括入資 但是沒有包括對大陸投資的部分 對大陸投資的部分 對大陸投資的部分是屬於 那個所謂海外 所謂對外投資的統計 這是另外一個統計 所以它等於說聯合國 它有做兩個統計 一個是FDI流入的統計 所以因為聯合國的統計數據 是把台灣跟中國 當作中國的一省 所以說我們台灣的資金 流到中國大陸 就不算是對外投資 沒有它也算對外投資 它沒有把我們算成對大陸的一省 沒有算成大陸的一省 它是分開統計的 分開統計 那 可以跟一般民眾的理解是不符合的 一般民眾的理解是 我們是資金淨流入 我們對中國大陸投資那麼多 中國大陸對我們投資只有一點點 那我們應該是資金淨流出啊 怎麼是資金淨流入呢 你告訴我 你理解的這個定義是什麼 還是這個部分是由所保留的 資料是殘缺的 那個部分 應該是我前面解釋的不夠清楚 就是說聯合國 它對於全球的外人投資 是分成兩個統計 一個是流入的統計 一個是流出的統計 對 那流入的統計的部分 就會分成 就會等於是 會把外人投資 匯進來的金額 去匯出去的金額 那這一部分是有個 外人投資流入的統計 外人流 投資 外人的資金 流進來 跟流出去 對 然後 他們是流進來多 流出去少 對 那我們國人的部分 是流出去多 流進來少 對 國人的部分是流出的統計 那個是等於是 流出去多 然後進來比較少 我覺得其實光是要跟你這個 就定義釐清 其實坦白講 你如果乍聽之下 我們 我們容易說 欸 怎麼還不錯啊 那我們還是 淨流資金 不是 是外國人來台灣 投資的 投資完之後 它流出去了 不多 對 而且事實上這個 投資流入跟流出相減 我們還在世界上排名是怎樣 呃 我這邊是沒有排名 沒有排名 反正是 就外人而言 是這個 是淨流入的 對 可是問題是 好了 那你們現在把 喬資跟外資 是放在怎麼樣的地位 是放在等同的地位 還是 有區隔開來 我們在投資的統計 會把它分開 但是它的投資待遇 基本上是華僑 比外國人稍微好一點 好在哪裡 因為華僑基本上 它還是具有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 所以有一些 對於外國人有限制的 也特別限制的 那對於華僑就沒有限制 比如說 比如說像民用航空業啦 像船舶業啦 像電信業啦 那這些對 對華僑的部分 它就不納入外國人的 那個 quota的限制 是 所以說某種程度來講 在幾個範圍區塊 我們對喬資還是比較理喻的 是鼓勵的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只是覺得 其實我們對於這個 這幾年啊 我們外國人來 我們台灣投資 不管是喬資 外資或是陸資 都是相對的偏少 那我們也知道 你們現在要修改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法律修法的用意 是要大幅放寬 放寬是好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開放是好 是一個世界的趨勢 但是能不能藉由開放 來爭取 這個更多的 這個資金技能 我覺得是存 因為我們的投資環境 要夠好 而且讓人家知道我們夠好 是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你就算完全不設限 也不容易啦 好不好 好 謝謝部長 謝謝